花蓮县金财神善心协会7号上午在财神庙宝殿前 发放了200份的爱心联菜还有民生物资 嘉惠吉安乡有10个村的中低收入户和独居长辈 乡长邮淑珍特别到场颁发感谢状 也期盼这批物资可以帮助需要被帮助的家庭 开启暖心暖胃的热闹春节 为了让地方的弱势乡亲有个温暖的农历新年 吉安乡金财神宝殿 特别将金财神三星协会与信中大德的爱心集结 添过了200份的民生物资以及爱心年菜商品礼券等等 7号上午在宝殿前广场举行捐赠仪式 我们是延续着上一任的那个理事长的信念 那就一直延续下去 这个活动其实也做了十几年了 那其实身边也很多有爱心的人 那我想有他们的支持 所以我们这个活动呢也不可以停止 那因为其实去年的景气更差 结果发现说 其实大家还是非常有爱心的 完全不受影响 反而其实募款的金额反而更多 所以我这次才想说 那就加码把那个理券 我就增加理券的部分 而乡长优树珍也亲自到场搬赠感谢状 并期待这批物资能为需要帮助的家庭 开启暖心暖胃的热闹春节 谢谢金财神宝殿 谢谢善心协会为我们开启每年年菜的目击 甚至于呢都有非常丰富的年节的这样的一个关怀 溢注到我们的每一个不同的家户里面 今天呢是针对我们中低老住户的一个发送 我们看到了年长的老人家 收到了满满的爱心关怀 带来年节气氛 大家可以围炉来分送我们的温暖跟爱心 我们再一次谢谢 从全国溢注的力量 来自于我们金财神宝殿 以及长期以来为我们投入及时关怀 马上救助的金财神善心协会 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跟爱 我们相信在年节前 不只是我们单一的关怀 更要开启的是满满的一个益助的力量 金财神宝殿决赠的200份物资 包含健康进步的五股基 过年必备的佛跳墙 以及卫生纸的民生用品 提供稻香、庆丰、福星、南昌、宜昌、吉安、光华、永兴、甘城等 10个村的中低收入户及独居长者 让幸福温暖点亮吉安香的每个角落 记者徐立琴吉安香报道